穿的東西代表到你個人的靈魂 你穿上去你也一定有原因 卡片那裡我是有設計師 有藝人、有風格師 也有隱藏師 我最喜歡都是設計師的身份 設計皮具、設計衣服 相對比做風格師更容易 因為做風格師的工作 我要跟很多人溝通 我不喜歡膠袋 現在西裝這種風格 是以前50年代的I3 美國東巷大學生的風格 我選了一件50年代的Camp Collar 就是一種人造師 這幾天經常看Woodie Allen的電影 多過年代的東西 會影響到我今天出門口的打扮 對三禁有要求 就要數回初中草皮褲的時機 我很容易做好沉迷研究一些東西 中一已經草皮褲了 我用盡我全力 買一件可以穿十年的東西 我留在這裡的十幾件 全部都是獨當一面 1940年代的馬皮皮褲 Half belt 在背面這裡有一條椅子收腰 Half belt就是最經典的款式 相對容易搭配 因為它的性格沒有那麼強烈 馬皮的凹紋會很粗和很幼 所以它會融在一起 例如這些位置會很滑 它們材皮都有分 它會把一些滑淨的放在前面 粗紋的就通常做手臂 或者假底位 它的紋路和牛皮很大分別 我們盡量追求最自然的風貌 其實是很罕有 因為我買的時候 應該最花得多錢應該是一件 感覺太好了 差不多兩萬 對,一萬多兩萬 價錢可以反映到手工的其中一件 但它不一定是定律 這兩件馬皮的50年代或這件 我想我可能十年才會遇到一件 我兩邊的腦 好像分裂 做設計是經常看著數目的 做藝術始終都是最開心的 因為藝術可以沒有功能 甚至沒有原因 可以單純記錄過程都可以 所以是最好玩的 新設計師可能失敗了一半 例如像這個 我想有一個很有肉感的袋 是一粒金屬都沒有 還有我用了兩隻皮 我有軟皮和硬皮的組合 我賣完那些貨 其實都是沒什麼利潤的 其他各個身份 是用來養我藝術家的身份 設計師和工藝人的身份 對我來說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我又不同一般的那些皮靈 就是一下子就會拿把刀出來走著做 我又不是純在電腦畫圖的設計師 可能介乎在中間 所以兩邊的東西我都想做到 好聽你的 好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